近日不同國家地區的讀者反饋 在點入香港大紀元網站的文章時 網頁出現網站無法訪問的錯誤訊息 需要再刷新頁面後才能看到內容 還會出現短暫網頁無法訪問現象 有些地區甚至無法登錄網站 美國安全機構幾天前曾經提醒大紀元 中共政府近期內將對法輪功學員辦的媒體 通訊軟件等進行網路攻擊 新年市法輪功學員425和平上訪25週年紀念日 網站刊登了大量各地紀念活動的報導 中共懼怕真相傳播 採取黑客攻擊手段 多年來 中共黑客從未停止對香港大紀元網站的攻擊 並多次在香港大紀元印刷廠縱火 恐嚇工作人員等 企圖阻止大紀元為民眾的基本人權 為真相發聲 香港大紀元技術部負責人對此回應說 協不押政 他們會繼續維護網站正常運作 為民眾傳遞真相 新潭記者徐哲 張瑞琪綜合報導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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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